我家幾座主產你知道嗎 對啊 沒有因為我主要是我沒有什麼金錢壓力啦 他們就說有一個去新加坡跳舞一個禮拜 然後我就問清楚內容 內容確實就真的只是去那邊舞團的五個人 然後我們有自己的排舞 每個整點會表演跳舞的 然後我們只拿一個底薪沒有多 所以你賺多少錢 其實也就是說也還不錯 但是沒有到那個新聞報導前的那樣 對什麼什麼什麼一週二十萬什麼就這樣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的 一週二十萬很好賺耶 對啊 我也有去啊 哪裡有 跳個舞我一週就二十萬哪裡有 我們歡迎劉欣宇最美魚犯 嗨 大家好 耶 最美魚犯劉欣宇近日上網紅琳達的溫泉蛋單元 對於曾被爆料疑似到新加坡的酒店打工一室 他也在訪問中正面回應 更直言我家幾座祖產你知道嗎 我想一下喔 會表 因為我其實以前交往的 醜的到帥的都有啊 哈哈哈哈 醜的到怎樣醜 醜的到多醜你講一個 每個那種 沒那麼醜耶 沒那麼醜耶 對不起 個性能可以照顧你的 不用 我幾乎都是交往是我照顧他的 那最近會有 你覺得會有狗仔跟醜喔 不會 最近我家樓下都有 我覺得不要那麼辛苦 你真的有發現過狗仔喔 有 你怎麼發現的 很明顯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們家那一區 其實蠻多藝人住在那裡 而且都是很大部分的 因為我們家巷口就是都會有一個 尤其是我參加全明星的時候 更多 超多 私底下都做什麼樣的運動 我覺得你運動細胞很好 沒有我是到全明星才訓練 真的喔 對我平常就是只是會打拳而已 因為那個傀儡啊 我覺得是比賽有點抵習慣的耶 真的喔 就自然就變那樣子 好 網友問題都問完了 現在要講一些比較辛辣一點的事情 好 那個 因為你曾經有黑歷史嗎 是不是會賺錢喔 就是你有在新加坡賣贏過 哇塞 天哪 你有嗎 你有嗎 我家幾座主產你知道嗎 對啊 沒有因為我主要是我沒有什麼金錢壓力啦 那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在當作女士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一個舞團 然後我其實每次下大夜 我都會跟他們去跳廟會 我們那個舞團呢 就是會跳廟會 迎接開幕 就是只要任何商事也有 只要任何跳舞的場合我都會去 因為那個時薪很高 一個小時五百 因為後來我們是跟男朋友分手離職 他們就說有一個去新加坡 跳舞一個禮拜 然後我就問清楚內容 確實就真的只是去那邊舞團五個人 然後我們有自己的排舞 每個整點會表演 跳舞的 然後我們只拿那個底薪 沒有多 所以你有 你賺多少錢 喂 欸其實也還 也就是說 也還不錯 但是 沒有到那個新聞報導 寫的那樣 對什麼什麼什麼 一週二十萬什麼的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的 一週二十萬很好賺欸 對啊 我也有去啊 哪裡有 然後有跳個舞 我一週就二十萬哪裡有 然後所以我就有請那個律師 然後是看和解金多少 然後我要說不用沒關係 我一毛都不要 你就是跟我道歉 然後把那個文章撤掉 可是其實我真心覺得 傷害是造成的 對 我是說要貪圖他的錢 像你說我有沒有去新加坡跳舞 我真的有 其他內容那些 就沒有 對就不予置庭 好 Peace 好 你 好 你 你